我生活在這世上 讓別人像我一樣 你想要死嗎 不 拜託你 你真是罵我嗎 不是我 惡鬼英雄死世回來了 路見不平 死世人要挺身而出 只是變身超級英雄 總是需要帥氣出場 趕緊進電話廳換裝 一進電話廳 脫夾克 脫背心 解腰帶 再換褲子 超級英雄裝都還沒穿上 無辜百姓都快要 被壞人給打死了 換裝換超級無敵酒 不停玩Superman 超人在電話廳換衣服的梗 一出來還遇到 漫威教父史丹裡 至近經典之外 嘴砲無極限的死士 也趁機嘲諷現正熱映的 超級英雄片羅根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做得很快 你可能如果是羅根 因為他也要改變 羅根換裝比較快 因為羅根穿這樣 要乾牛仔褲如果進電話廳換裝 羅根一定秒速完裝 此事第二集前導預告片釋出 讓粉絲很期待 熱音中的羅根也創下票房夾擊 金鋼狼全球票房狂掃 73.7億台幣 光台灣就佔1億4千6百萬的成績 美麗驚人 看來日前金鋼狼來台灣宣傳 催票效果真的有差 見話上面羅一錦台北報導